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日的古坦Mastermind 我是Simon 今日身邊有Steven 你好 Simon 各位大家好 Steven 見到廣告今日表現都幾反覆 主要可能是因為有外媒就報道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 由中美貿易協議已經結束了 不過原來好像有少少說錯了意思 特朗普就立即出來澄清 完全是無事的 Fully Inter 即是各個協議是圓毫無缺 沒錯 見到廣告今日最後就抽升上來 最多傳入波幅去到700多點 最多現在都是修補24907點 就升了396點 傳入最高位收市 沒錯 其實廣告現在的勢頭 是不是都繼續保持這麼好 25000關是不是這麼快就衝破了呢 其實當然 現在就今天突破的 其實是跌100天線的位置 如果看回恆生指數 較早之前 六月中前期 以及上星期五 其實都試過了100天線 但沒有一天收得穩 今天終於收得穩 現在布條100天線 24757 都有找成約15點左右 所以都算是技術上成功突破了 向上2.5萬 當然啦 其實差100點容易碰的 有機會再向上的話 其實就看回三月份 兩個裂口位置 如果補給大家聽 就參考 若目就是251和262 分別就是補了兩個裂口 應該是252、261 252、261 看看補得多少個 而因為恆生指數 在過去的大台 23,500至24,700左右 這個橫行區 整整三個月了 後市 遇到向上或向下突破 都有機會行 但始終積累了很多創位 所以 你問現在 指不指252、261 還是 其實接下來 是不是真的大單邊 當然也要繼續觀望 但是 現在企穩一條100天線 是2月24日之後 首次就四個月了 足足 又跌過 又橫行過 四個月之後 重拾這條線 其實意義都有回到上下 所以 就儘管看看 譬如騰訊 譬如港交所 可否將市場 將一步拉高 尤其是站穩了 這條100天線之後 就去補回三月份的裂口 明白明白 如果我看到觀眾 現在才想買一些 可能是沽指數的產品 現在才進入 會否聽Steven這樣說 是不是真的不適宜 其實 如果你譬如7500 雙倍做淡 那類 今天是不適宜 甚至乎我自己這樣說 其實我一直橫行區 反正沒有上沒有落的時候 我都一直保持一些 應該說我的粉絲 今天其實我都建議去評價它 寧願繼續做一些正股好倉 為什麼呢 因為橫行如果向上突破的時候 就算你多想做 但也好 讓它先下降 譬如 因何原因 突然下降247樓下 這樣才能再估計 又可以 當然到時不估計 繼續穩定估計 又可以 情況就是 如果 站穩2472 逐步向上 你不要越賣越多 這些做淡或反向的工具 否則 因為剛剛橫行了三個月 都突破到 向上可以走一段 所以我覺得 不適宜買 反而適宜減 就算你真的很想捕捉 接下來轉彎的勢頭也好 要股向下 都一定要下兩四七樓下 才有些少少把握 明白 觀眾就是了 剛剛Steven也提及過港交所 港交所應該由再破歷史新高 今天已經達到320元 都是全日最高維修 這隻有看多多少呢 可以 其實因為破頂不股頂 我經常都口頭善悲 所以311元市頂位之後 正路就無需要股頂方只要 譬如 我玩法會否假定一成一成 311加多一成 約340左右 做下一個目標 有股當然要保持 放置妖除非出陰燭才去吃股 沒有股的話 看看追不追 當然強勢不容易 忽然之間變成弱勢 最多升升下變悶 悶完之後再跌 不過唯一想提醒大家的句話 有空去我Facebook 自己看看 剛剛有個Post 很具體的圖 不過我現在都簡單解說一下 其實港交所在過去這十年八年以來 出現過現在是第四次 而單月以來 就好幾十元的一個升幅 當時 2007年的時候 大家知道直通車的時候 它一個月是升了98元的 揚足的時候 2015年大時代2.0的時候 它一個月可以升106元 2018年1月的時候 即是一爆升完 整個牛市尾 跟著就炒貿易戰 最後那一刻 它是升54元 現在升了41元 即是說 就由2007年到現在為止 短短可能13年 只有四個月 這樣單月爆升 而 next month 肯定都是來股災 或者是一個很大的調整 我不是散播股災難 不過 當然 大家可能過去都聽我說 疫情影響經濟重啟 但情況就是 你記住 Fundamental和Technical 我從來都是一個Technical的人 所以我並非叫你去 鼓騰訊和港交所 甚至乎去造膽 並非 一定並非 問題就是從歷史吸取教訓 原來過去四次單月升成這樣 next month 就會大調整 甚至乎出現一些Crisis 儘管留為厚厭 但是 好像剛才所說 有負負 繼續保持吧 你出陰燭才走也可以 不用怕怕怕怕怕怕 升10元便走 出陰燭的話 你記住這句說話 原來過去試過單月大升感 肯定大爆煲 你自己入不入呢 你亦都是聽著我這句說話 去自己衡量風險 可能少著出擊就好些少 穩固點 靈活轉身 明白的 剛剛剛才師傅說過D700 今天科網股或新經濟股 表現得不錯的騰訊 也是破頂的 這隻又怎麼看呢 為何會衝到上來這個水位呢 其實出了一些行業的數據 王者榮耀方面的上客數據 亦都破了紀錄 收貨金等等 最近摘經濟也好 很多手郵股都破頂 網易都快來 差1.5元便上回第一天的開市位 另外有些Friend Times 6820 甚至302中手郵都追回很多 2400心動又差不多破頂 所以其實板塊又OK 科網騰訊又不止手郵 還有昨天說自己搞笑商店 所以這樣的情況又是捉上來 我又同時去跟大家說 有貨公起實 破頂不應該是古頂的 之前的頂位 大概是四七六左右的位置 加多一乘上去 你當是五百一五百二左右 但是呢 這些是短線操作 我又給你一些歷史去講 這只是歷史小小 這個騰訊呢 如果要單月升成這樣呢 對上一次就是一百年一月 又即是牛市尾 就是開展貿易戰 然後一個月升了55元 現在一個月升了79元 好了 後來發生甚麼事 上一次大家都知道 現在這個月發生甚麼事 我又不講了 因為反正我講也不一定是準確答案 但是大家就要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騰訊也是這樣 港交所也是這樣 單月升成這樣 下一個月你就要小心風險 所以又是一些短線的部署 因為始終你跟我說長線 我絕對覺得騰訊是長線 但是長線還是長線 一個月升成這樣 你都可以考慮有短線減持的機會 明白 觀眾就來一下吧 如果是其他科網 看到其實3690 應該就是破頂了 這些是否繼續看好 還是都不追下去 嗯 美團暫時 因為它的歷史更加短 我就不嘗試去講 那些單月的走勢 不過大家知道 它多頭排列強勢 十天線沒有穿過 所以又是 繼續保持著它 最少都穿回十天線才講 現在十天線的位置 是169元左右的位置 現時也是 破頂就不估頂 之前6月份曾經有個 一個近頂位的 166元 再估多一成上去的話 可能已經去到182-3元左右 做過短線參考 觀眾就留意一下 其實講起一些熱炒板塊 除了可能新經濟股科網股之外 晶片股最近都算很誇張 看到中芯和華紅半導體 今天都升8-9%左右 其實回A的會不會炒得太厲害 去到24元 即是去到25-6元 是 如果沒有 因為又是市場上去遭遇 其實詳細的話 一直鎮著上 現在亦破了歷史頂位 其實我覺得又是 照著先 今天都要靠近一成 上網便是26-28-30元 這樣去看 我自己的看法 中芯質地上 怎樣都比華紅 雖然華紅也很快 不要再去選中芯那些 反正前後後出來的全文澄清 要烏龍消息 我想都不會特別去當中芯是一種芯片股份 至於比亞迪 現在就有機會分拆芯片業務 其實這些我都假定 都是選中芯為主 所以我相信 只要轉身快的話 還是可以繼續去看 因為始終股份都是偏於強勢一些 即是繼續有課 就不怕渣 觀眾就留意一下 不如我們回答一下觀眾問題 有些觀眾都是說科網股很強勢 700又升 3690又升 只是阿里巴巴今天都OK 但好像都是表現相對落後 還買不買好呢 還是沽了它就算 其實不用這麼快沽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是這樣說 之前210元的位置 就是比較重要的阻力 後來都企穩了 210元企穩 就應該看回1月份 大概225的水平 做一個短線的參考 當然升穿頂之後可以繼續走高 它現在的走勢其實都排好 我覺得始終這隻 是由美股那邊去交易 所以大家除了你說 港股這邊多頭排列 短線即是軍線排得好 短線看回香港這隻股份 叫做上市的一個稍微高位 225的水平 至於你同時都可以看在美股方面 巴巴 它其實220元美金 和約莫215左右的位置 其實都會受得頗好 所以我覺得 你都照樣拿著先 繼續不要股定 直到看下你 譬如科網的板塊 開始轉彎的時候 才再想 或者股份出現陰燭的時候 才再想食戶等各樣情況 有貨投資者就先拿著 看到觀眾都想問一些SAAS的概念 想問微盟 2013 看到今天就升上來 看到就好像是 應該前幾天有個微信 小商店推了出來 之後一中那些股份 都倒下來 沒錯 微盟我自己的看法 因為昨天 大成交五億多之下 即是大陰燭下來了 其實聲勢應該打斷了 打斷了的話 今天升什麼呢 當然是個別 一些SARS的股份 都個別有不同的反彈幅度 有些對巴 那些反彈一成 它這隻就微盟反彈4% 我初步預計聲浪斷了之後的一個反彈 所以如果未曾入貨 老實說 我就覺得 不要特別去追 其他聲勢 就像阿琛說的 仍然很intech 那些 即是騰訊 美團 那些都還可以去留意 如果你要考慮科網的話 但是這個微盟 聲勢就真的不intech了 因為穿了下來 十天二十天線 現在當是一個 叫聲浪完結之後的後秋 這個情況 八個半和九個半 都是重要的大位 後市不能夠再穿八個半 否則真的會散水 向上反彈的話 我相信九個半 亦是一個盡彈給你的水平 如果高位 見到有些觀眾是十元 九個九 那些 是否真的看著八個半 如果真的跌穿 就支持他 如果真的太高追的話 我也是衷心祝福你 可以彈近九個半 但如果去到十元二毫 那些位置 我覺得難一點 當然 如果九個半都站穩 你就再等十元二毫 但是因為一個大成交 大陰燭急插的話 我相信傷了元氣 還有有基本因素配合 如果騰訊真的搞自己 一些小商店 之前你一直炒作微盟 是小騰訊 其實如果這件事不成立的話 可能股份就已經不太好炒了 明白 那觀眾就留意著那個價位 我們再看其他股份 看到觀眾想問一些不知股 想問2342和788 就是不明白為何788都不動 早幾天2342都叫炒過下上來 不過都回落 沒錯 其實2342才是不動 788沒有不動 788向下動 不斷地破賣 差不多三月份的低位 可想而知是很廢的股份 鐵塔不需要多說 亦不需要多看 亦不需要嘗試鬧底 線位上空頭排列 完全是向下 我想還有排跌 尤其是三月底部也要穿上去 2342經訊通訊 跌了三月份 它真的不動 但由於真的太悶了 老實說 市場面還有很多不同的板塊 還有一個股 給大家機會 其實我覺得大家 不要太過堅持 困死在這股份上浪費時間 5G的板塊 其實也很久沒有炒過 明白 可能不如放手 然後轉台 其他方望的部分會更加好 我們再看看其他觀眾的問題 其中一個觀眾 都想問一些內銀股 想問939 除息後會有什麼方向呢 其實如果市好 當然有機會做好一點 看6.4的位置 不過大方向其實都是向橫 因為始終銀行本業方面 現在的環境其實就不太遷就 橫行其實已經是很好 對於一隻收息股份來說 價格不是怎麼動 又派到息 阿爺包的 基本上就不用特別去擔心 只不過就是怕它悶一點 我預期都是橫行震盪 在大概6.4至6.4之間徘徊 明白 觀眾就留意一下 看到有些觀眾都一直問 一些舊經濟股 想問941 一中二東 看到是不是新經濟股 都炒上來的時候 這些會不會叫做追下落後呢 其實是不會的 資金是喜歡新就新舊就舊 不過呢 又這樣說 似乎它在53元的位置 我看它也挺有支持 你說是否會追下落後 其實它未必就是追下落後 說它會升到甚麼位置 只不過反正市場不差的時候 資金濕一濕它 我想都會有少少少升幅 可能現價53元企穩的話 可以看回較早之前 大概56元傅頓橫行的阻力 既然是這樣三兩元的一個區間 其實也不是說有甚麼值得 大家去捕捉的一個水位來的 所以也不是很小看的了 即是沒甚麼肉食 就好像放藥葉邊 沒錯 我們看到有些觀眾 都想問D.E.藥股 Cony想問11.177 目標價可以去到多少 是 現在升3.7個百分點 也是創了一個收市的歷史新高 可以看多少 因為始終都是上方沒有鞋放 沒有阻力 較早之前有一個14元位 都頗重要 現在企圖 首先看著15.5元 接著就是可能17元的水平 除非跌穿14元 否則一樓樓放止搖 這股份都是屬於強勢 明白 很明顯比石藥好 有些人偶爾都會將它和石藥一起抹著 來問 石藥是很橫行很弱勢 如果二選一 一定就是要看中國生物制藥 如果兩隻來選 就要留意11.177 我們看到有些觀眾 都上問你手機設備股 又是問2382 信譽光浩 前景如何 上網空間 手機股份 其實我想在銷情方面 沒有特別大的進展 所以你看到信譽瑞昇 其實都沒有特別大動動 我預算它會更悶 手機可能會看回小米多一點 技術上會比較強一點 信譽現水平其實都是橫行的多 如果向上可以看回122元 就是五月中的高位 我覺得如果市持續地好的話 其實看122著目 可能5-6%左右的水平 其實都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未有貨的朋友 我覺得就不斷飆青 是整個手機板塊的情況 不是一隻半隻 這隻信譽或是瑞昇 剛剛師傅提供小米 1810 看到觀眾是想插進去 你就覺得技術上比較強勢 是的 這個股份是否不要插進去好一點 其實它真的沒有特別大表現 大家看看它的走勢上 12至13這些位置 基本上已經橫行了 PUT不會立即死 不過老實說 我建議你如果跌穿12元 那些位置 這樣轉彎向下 PUT就會比較順手 現在是50-50 其實老實說 它又真的升不上13個二樓上 所以PUT也不用馬上聽完 走去止蝕 我覺得12至13個二附近 這些區間 向上就叫 向下就PUT 現在就有美德的悶字 變成拿正股就要保持 未買就不用買了 即是現在都是中間不上誤 這樣逐個PUT也好像沒有肉吃 沒錯 我們再回答最後一條問題 看到觀眾想問油股 想問883中海油 中海油 油價上回來 40元的位置 撞一撞 裂口補了一點 不過這隻中海油 就補不到裂口 下跌下來 現在我想它有牌橫行 大概在8.5至9元附近 這些水平 就一路路橫行 其實油價就已經彈足給來 口市 是不是真是展昇浪呢 是難的 因為裂口都差不多補完 我想 口市還會比較徘徊 油價 而海油呢 因為跟油價 最值得搏那股彈幅 應該就已經給了大家 所以一直受制著一百天線 海油 最多給你看9.4元附近 沒有貨朋友 就不用特別去部署了 即是油價都淡了 差不多 跟得貼的中海油 就可能沒有什麼肉食 如果現在才進去 是啊 好了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 就差不多了 想問Seven剛剛說我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呢 都沒有持有的 好的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再見 拜拜